每天早晚兩滴管醬 你看好的產品真的是很快就可以達到透亮的效果 嗨大家好 我是凱咪咪 歡迎回來的頻道 有在畫底妝的人一定有這種心情 就是看別人底妝都好清透、好無瑕、好奶油、好水光 真的是好羨慕 可是自己買了同款底妝回來用 卻沒有這樣的效果 真的是歪歪 為什麼用的同款產品卻沒有相同的命運呢 今天凱咪就要告訴大家 清透裸妝的真諦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 其實呢 清透裸妝奶油雞 什麼無的無的什麼雞啊花雕雞管他的 就是呢 關鍵有三大因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好的底妝產品 凱咪已經介紹很多了 然後呢再來就是第二個好的技術 凱咪也教了很多了 再來第三個重點 重點就是這三個重點當中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 膚質管理 沒錯就是要有一個好的皮膚啦 沒錯 如果 如果你沒有斑 你需要蓋斑嗎 如果你沒有痘 你需要遮痘嗎 如果你沒有膚色暗層 你需要在那邊叫色 叫來叫去嗎 叫叫叫 對不對 那凱咪呢就跟大家來分享 一個能夠讓你的底妝更清透 膚質更透亮的一個保養大法 很厲害喔 來 首先呢 我們要請出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就是 凱咪之前已經推薦過無數次了 然後呢也是我平常很喜歡用的一款 能夠讓肌膚亮白透亮的一個保養精華 就是 OLE的隔糖素小白瓶 這個凱咪已經推到不行了 他的網路討論的聲量也非常的高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一瓶他真的很好用 他的一個明星關鍵成分就是他的隔糖素 還有菸心胺 能夠讓我們的膚色更透亮 針對暗黃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而且他又是來自開架 所以用起來比較不心疼 雖然凱咪也很喜歡用一些專櫃頂級的一些美白保養品 但是呢比較之下 他不輸專櫃喔 所以呢非常可以用 那有時候呢我覺得 膚色如果暗暗勒勒的化起妝來怎麼會漂亮 所以他就是讓我們的膚色不會勒勒的濁濁的 會就是更乾淨 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他的一些特別的使用方法 讓你在妝前呢先把皮膚調節好 那首先第一招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加強版 夜間的保養流程 在洗完臉之後呢使用我們的精華水 倒在我們的掌心輕輕的拍在臉上 然後呢可以加強肌膚比較暗沉的地方呢 多拍幾下或者是呢加強使用的用量也OK喔 然後呢不要忘記了脖子也可以帶到 好接著呢我們就使用我們的 登登 格糖素小白瓶 打開來之後呢我們先用第一滴管 在我們兩夾做塗抹的動作 然後呢接著再使用第二滴管呢 可以加強在T區想要更明亮的地方呢 加強使用 這是一個精華液的一個打底 好打完底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面膜囉 這個面膜呢它的材質非常的柔軟非常的服貼 然後呢剩餘的用量也不要浪費 我們可以呢把它擦擦手 擦擦關節這些暗沉色素的地方呢 都可以加強使用 真的十分鐘到了 我們可以把面膜拿下來 哇塞是不是發現皮膚好透亮 真的是非常強大的 三合一的肌膚閃亮保養大法 這個三合一的保養素呢 建議大家在夜間使用 因為呢我真的很不喜歡在化妝之前敷臉 如果你真的真的要在化妝前敷的話 你一定要敷完之後對不對 要用水把它沖乾淨 才不會呢讓你的後續的底妝 有一些比如說起泄的問題 這很重要喔 所以建議一定是前一天晚上 做這樣的一個密集保養 那白天的妝前呢 我們就用平常心的用法來使用 每天早晚呢兩滴管這樣 當一個妝前的打底 妝前的保濕 很清爽很清透 然後很保濕 然後又不刺激 它還蠻溫和的 如果你是比較想要猛烈一點的人 你可以加強第三管 放在哪裡來 我都會把它加強就是脖子 因為有時候就是 你太認真用這個小白瓶啊 你會有色差 所以我要減低色差 你要記得一定要延伸到脖子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就擦個防曬 還沒用自家的這個妝前防曬乳 當然啦 你就是膚質管理的意思是說 要讓你盡量的就是 把皮膚調理好 盡量盡力 盡你所能 OK 防曬塗好了 那底妝的部分呢 我今天來用 這個 Fenty Beauty的 對他們家的粉底 你用的粉底呢 它雖然有一定的遮蓋度 或者是一定的厚度 但是它也會或多或少 透出你皮膚底層的質感 那這時候你的底子 如果是夠好的話呢 它就跟你的底妝 就是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的感覺 就是它會透出底層的真實感 可是呢還有粉妝的修飾感 然後呢 就會融合在一起 那種感覺 就會很美 好的 再來加碼一招 如果你真的等不及 想讓皮膚真的就是呢 透亮到不行 不要很自然的話呢 來 這一個凱咪的激光透亮妝前乳 它雖然就是妝前乳 可是它妝後 你定蜜粉之前 你還可以用喔 因為呢 它是一個有帶有清透冷光 的一個提亮效果 對暗黃有很好的一個 改善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這樣取適量 然後呢 用你的海綿沾 一點點 加強在你想要更發亮的地方 欸 有沒有 你看 很美 哇賽 對啦 你看好的產品 真的是很快就可以 達到透亮的效果 脖子也帶一點 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很像你皮膚透出來那種 光澤那種透明感 透亮的感覺 是的 完成一個清透的底妝就大功告成了 從妝前的保養就是膚質的管理 還有我們的技巧 還有產品的選擇 都是環環相扣 都很重要 但今天的影片呢 著重在膚質管理的觀念 讓大家呢 在保養的這個部分呢 再加一點力 再加一點油 讓大家的皮膚呢 可以內建提亮系統 這樣子呢 你化妝就可以省一點力 省一點時間 省去一些遮瑕校色的一些 你知道 繁瑣的步驟 讓化妝更輕鬆 是不是呢 所以呢希望大家 有朝一日 皮膚都可以好到不用化妝 那天來臨的時候呢 你就畢業了 真的 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喔 不要忘記了 把這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也在追求清透底妝的朋友喔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關注凱銘的頻道 我們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